310这一题 它是一个回圈公式计算 所以主要你要了解公式 它需要你做的内容动作 公式要怎么去呈现 里面的话 你只要看到这个平方根 其实你就要想到 我们前面还有做过 这个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Mass Mass这个模组里面 有一个电什么 就是SQRT 它这个就表示是平方根 然后你就把这个公式带进去就好 那它的值一定是从2到N 2到N之间怎么样 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1除以 这个值 所以这个你把公式带进来之后 那结果跑一个回圈就OK了 基本上它主要你了解公式 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带进去 结果就跑出来了 那请各位先稍微把题目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310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这个310部分 公式回圈公式计算的这一题 这个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只是把对应关系写出来就好了 因为它的答案基本上都在这个公式里面 OK那怎么说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来看一下这一题 我先demo一下 我先把这个题目切过来 这个是第三类 第三类的这个 那公式在这边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三类这一题 那我比如说 我执行它 它要我们做 输入多少呢 输入8 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输入一个8 Enter 1.8284 意思就是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有没有 取到小数点 它有讲就一定要做 那首先第一个啦 如果我需要一个平方根 那我input一个 input一个Math 这个是固定的 就把Math给input进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再让它输入一个值 所以输入一个值呢 一样就是input 然后呢 我把这个8输入进来 放在n里面 那因为我要必须怎么样 你跟刚刚一样 要把它里面的资料 用一个计算 跑个回圈 让它做出最后的结果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for回圈 for回圈里面特别注意 这个公式 其实你只要知道公式 看到公式 大概就知道 程式该如何写 特别注意 它的范围一定是 从2 有没有 到n 所以基本上 你写的方法 你可以for i in range 我们一样从2开始 这边2开始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n到n停下来 可是呢 一样嘛 range常常同学卡住 为什么要加1 因为n的下一个才结束 所以呢 n也要被输出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2到n加1 这个是一个range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根据题目的要求 就是要把这些公式 套到里面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 sum加等于 所以关键地方 就在这里 我先把这边 先delete掉 重来好了 那后面的话呢 它就是要我们做什么 把这个公式的结果 累加起来 那累加的话 前面讲过了 sum 等于sum加 sum等于sum加 那个公式的结果 那我们另外一个学法 sum加 比如有时候打习惯 会发现 加等于 好像还是比较 比较精简 你就不用sum等于sum加 你就sum加等于就好了 好像可以少打一些字 有没有 那加什么呢 其实未来 你就看这个公式就知道了 它的公式就是 1除以 这个根号 有没有 那根号 特别说 所以你就可以照着这个 就是它其实已经给你 你要的这个 所以你就把公式 照这个公式 把它打上去 1除以 有没有 有没有 1除以 然后后面不是有个开根号 根号里面是n-1吗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 如果开根号就是mess 点 s 有没有 sq rt 这一个 就是平方根 刮5 刮5 刮5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的东西 那这里面东西的话呢 就是多少 n 所以实际上的话 不过在这边应该就变i了 就是i怎么样 剪掉1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加上什么 加上 里面把它放n 所以其实这一串把它复制到后面去好了 然后把 剪1拿掉 OK 剪1拿掉 这样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因为呢我们一定要先加完之后再除 有没有啊所以呢你这边如果忘了加一个什么 对刮壶 因为它这个是有没有1除以这个要先做做完之后才能除哦 所以这边要加一个刮壶 OK 做完了 OK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啊 所以其实哦 这看起来题目是有点吓人 但实际上你知道 它的对应关系哦 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最后做什么呢 把这个上给print出来比较好 也就是公式的结果帮我累加起来的意思啊 公式结果累加print出来 而且print的结果要取到那个小处点的第四位 所以小处点的第四位还记得吧 双引号 然后大瓜糊 对帽号 点4f 对有没有 我发现大家都越来越熟了 这样是好事哦 因为考试就这样啊 你会就会不会就熟嘛 熟了很快就OK了 点什么呢 点format 所以你会把这个format 然后就把什么 把上框进来 而且你说真的啊 打来打去真的没几个字啊 一个题目就做完了 这这这这这些这几个字能打多久 对不对 大概顺的话 一两分钟应该打完让一下没问题 这一题就拿到分数了嘛 OK 好 再检查一下 我是建议就是 如果你动作没有那么顺 没那么快的话 你慢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考试 它给你100分钟 可是你打完大概顶多两三分钟吧 最慢啦 然后你验算的时间很多啦 慢慢来 然后呢把它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呢 你最后就是看一下 这个结果里面是不是 得到的就照它这个啦 我们可以先照它的方式 先转过一遍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呢 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我输入8 Enter一下 如果得到的是 这个结果 那表示应该是OK的 应该没问题吧 看起来是很吓人 但实际上 关键的地方就是 把 刚刚这个公式做一个转变就可以了 转变的地方的话 我再把重点再抓出来 其实就看这个 公式这边就有了 这个OK 然后就是1 有没有 1除以 而且前面要累加 要累加 然后把这个平方根加上去刮糊 里面的话呢 就因为这边其实用n 可是这边是i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一字的话 你干脆用 把变数名称改n也可以 这样两边看起来就一模一样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最后记得我外面再先把它刮护起来 这样就完成310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最后呢 做完的那个解答 云端上面应该也都有 所以如果你们要找那个相关的解答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面看一下 这一题 理论上应该就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我这边当然有解答1 也有解答2 有两个解答 不过两种方式 也许各位都可以试试看